台北百貨公司水晶吊燈劇烈搖晃 用餐品證趕緊躲到桌子底下 十五號傍晚五點零六分 發生Rage規模五點七的地震 布置台北有感東部地區更強烈 嗨 花蓮的餐廳玻璃杯晃不停 從監視器畫面也能看到鯉魚潭劇烈搖晃 在宜蘭更有紅綠燈被震到懸掛半空中 紅綠燈搖搖欲墜 現場趕緊拉起封鎖線 避免人車經過 這期地震深度只有九公里 屬於極潛層地震 最大震度就在宜蘭縣五座 而地震已發生正值下班時間 台鐵依照SOP大理道星辰之間 以四級地震規定辦理 星辰到鳳林以及三一到台中之間 則按照三級地震規定辦理 都降低運轉速度 隔離車最多延遲五十分鐘 五點零六分發生地震之後 還是不斷有餘震提醒民眾提高警覺 華爾新聞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